而在宜兰县东山乡的乡间小路上 有一间养生餐厅 每到用餐时间 这里常常是一味难求 人气这么高的原因 是因为店里的蔬果类食材 全都是老板自己栽种的 家禽类跟海鲜 也都是有机认证 创意养生料理 就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 也吃到健康 就是这颗传说中料理界的黄金南瓜 让有机杂人解名声 甘愿在37度艳阳下 寻找他的踪跡 这金桂是我吃的 带着斗笠点着大太阳 在自家庭院里 采最新鲜的荆棘 这是我新鲜的 占定300坪的菜园 每种蔬菜虽然外表 都有重铸的痕迹 不过因为没有喷洒农药 可以直接吃 这些有机蔬菜 也都是健民生的宝贝 像这个都没担荣药 所以吃得健康 这才吃 这进入又好吃 从小务农的解名声 早就习惯自己种菜自己吃 梦想开一间养生餐厅 一早煮自己吃 现在由自己开店 开始煮一些 让人家吃健康的金桂 还有一些水果 菜 像我那样有茬茬 还有桂子都有 就是希望人家吃得健康 还有 离不开大自然的它 尽管店面选在巷尖小路上 但是靠着 闪着金黄色泽 软淡滑口的南瓜蒸袋 和温补不燥热浓郁清甜的 入种龙骨汤 食饮满满超客和人潮 觉得没有很多那种人工的添加的调味的 就吃起来就是还蛮原味的 所以因为现在太多人工添加剂 那我们觉得吃这个东西 对身体比较健康 比较OK 那这家餐厅就是它 食材都是自己种的 自己料理的 那没有人工添加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感觉起来 吃起来很健康 让顾客吃起来健康的料理 食材可都是摇板简明生的异名武器 瞧 他伸手俐落走上博坎 映入眼帘的大片南瓜园 都是他亲手栽种 农园里不曾使用过一滴农药 挑上一颗黄橙橙饱满南瓜 简明生准备把南瓜和鸡蛋 做个创意料理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没敢吃金粿 他已经有很多钱 不过他真的要吃蒸两个 蒸两个小孩真的要吃 所以我将这两种不一样的东西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研究 研究这些菜出来 因为这做出来后 人家有点 人家说很好吃 这人家都是有这个来吃 感觉很好 让人愿意专程来制的南瓜蒸蛋 得先小心翼翼地将蛋白跟蛋黄分开 才能做出软绵绵的口感 我们这两千就是要先打过后 打到稍微发后 两个再放下去 现在炸起来看来两盏 看得比较漂亮 吃起来也比较好吃 看得清楚什么味道 清楚减减果 为了让口感更绵密 简老板还多加了南瓜泥 另外还有一个增加色泽香气的 独门秘密器 秀逊牛奶 把打发过后呈现淡黄色的蛋液 倒入南瓜中里 以中火蒸上40分钟 知道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南瓜蒸蛋 端上桌咯 像蛋糕一样的蒸蛋 带着浓浓蛋香 配上松软的南瓜 一起入口 大人小孩都爱吃 顺口啊 很特别 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吃法 然后我觉得这种算是一种倡议料理吧 本身还蛮爱南瓜的 对 那多了蒸蛋的话 就感觉我们没有吃过 通常在家里只有吃南瓜而已 就是可能就只有单独南瓜料理 那不会说像跟蒸蛋放在一起 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回去 可以试着看看 更倡议料理的还有这道 红瓦丽质 咸虾组 宁桥 新鲜白虾居然脱壳变装咯 老板特别挑选 在宜兰礁溪以大圆桶方式饲养的白虾 有绿色网子隔绝 夹其类带来的病剧 不仅没有土味 还有生产利力 无毒的白虾下水汆烫 保留原味 起锅后与当季水果荔枝来的亲密接触 穿上红袍的白虾 套上去籽的荔枝 仿佛穿了迷迷短裙 这道独门料理 放在红瓦上相互陪衬 荔枝多汁的口感 搭配鲜甜的白虾 左上以焦溪番茄 特调而成的酱汁 一排即合 妹妹 你知道虾子上面有什么腿过吗 腿椎 好吃吗 好吃 注重养生的顾客 来店里必点的 还有这道温乎的度重浓骨汤 每一口华盛清甜 还有浓郁的中药香 喝来不早热 它的猪是有认证的 它中药熬煮过的 所以喝起来口感很臭 最天然没有添加物的料理 就像解密针做菜的心态一样 真实不做作 还要让大家吃到料理中 最真的那份味道